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一个新的董事齐穴 名字叫做三叉三穴 一般呢就是我们临床搞治疗的时候都习惯称什么 X3 这个三叉三穴呢 它是杨维杰老师后来增补进来的穴位 你看X1X2X3 也就是在我的这个 四五指缝间 从这个位置平次进去 就是我们的X3穴 那你看啊 它的位置呢 相当于在我们的三叉经上 那根据我们的藏腹别通理论呢 肾与三交通 所以呢它又可以强肾 同时呢我们进针的时候 在什么 筋下骨旁进针 所以呢相当于这个穴位呢 肝肾并至 那也就是说 它又在这个三交征上 肾与三交通 所以它可以什么 强肾理三交 提高身体免疫力 这是它的一个总的功效 那第二点呢 我们的X3穴 还是治疗五官类疾病的特效穴 就例如我们的这个眼睛疼啊 还有这个耳鸣啊 还有鼻炎呢 这一类的啊 五官类的疾病 它是特效穴 然后第三个呢 因为它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嘛 所以X3呢 还有一个提神醒脑的功效 也就是说针对这个脑子昏沉呢 就是我们假如说下午你开会 开了一下午会 在会议是闷了一下午 人一般都会什么 这个头脑昏沉 然后呢 昏昏欲睡的 还有这个无精打采的 还有这个头晕脑胀 四肢酸疼 像这种 你来在X3上来一针 可以快速 让你的这个精神来恢复 另外一个呢 我们呢 X3穴还是治疗我们 上眼瞼下垂的特效穴 我们很多的啊 无论男女 好多人呢 过了 因为这个脾气虚弱 过了50岁之后呢 它都有这个上眼瓶 整个搭腊下来的这种症状 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可以用X3 配上我们的领骨 配上我们的身脉 配上我们的火菊 包括我们的足三里 这个就是一组方子 它就可以治疗上眼眼下垂 它的功效是不是很强大 接下来呢 我带着大家 然后演示一遍 我们这个X3穴 具体是怎么进针 然后进到哪 我们呢 X3穴呢 也就是三叉三穴 在我们呢 4 5指缝间 然后平次进针 针尖呢 底到 那如果不习惯 这种进针的呢 我们可以用套管针 也非常好用啊 取屑的时候呢 让尽量的是握拳取屑 同时呢 你看我进针的方向 进针的方向 要紧贴着第四张骨进针 然后针尖底到 它俩的交接缝着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三叉三穴 今天呢 关于三叉三穴的分享 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 懂事齐穴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 我们的三叉三穴